记者陈以嘉台北报道,国内邮轮市场逐渐兴起,国际各大邮轮将近以台湾为母港部局,今年截至10月,国内外旅客总数已超过124万人次,创立年薪高,交通部行港区与台湾港务公司更惜手手开心力,松绑法规限制,开办服务人员课程,盼望罗更多人才。 台湾港务公司指出,国际各大邮轮将近在台湾布局固定邮轮航线,带动国内邮轮旅游风气以基隆港为例,今年截至10月,旅客数突破7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成长21%,预估全年83万,今年获选为亚洲最佳邮轮母港,全国旅客则突破124万人次。 港务公司指出,今年有7艘首航游轮,分别为欧洲2号,爱达贝拉轮,哥施达新浪漫号,哥施达新运号,南关号,圣志公主号与皇家加勒比游轮,今年新建成16.7万吨海洋暂力号,Ovation OFSAS。 进入我国邮轮就业与教育资源尚未普及,港务公司与航港局携手,从松绑法规建制与开办邮轮服务人员课程两大方向着手,吸引更多人才上船工作。 松绑法规部分,航港局修正船员服务规则,未来海洋观光餐饮相关科系学生完成基本安全训练即可取得船员服务手册,包括演艺人员、餐饮、接待、客房、娱乐设施等工作人员不必再参与船员测验。 航港局表示,相关科系也可将训练融入课程完成在校取证并在船上短期实习,业者也能进入校园选材,为此港务公司首开国内先例12月开办国际邮轮服务人员课程,开放报名仅一周已即将额满。 港务公司海运发展学院指出,课程将邀请邮轮产观学界人士授课,借由邮轮基础理论讲述,结合实物经验传授,实际登轮参访,邮轮服务人员也将现身说法。 学院执行长王国英表示,目前我国在邮轮工作的人数仅区区个位数,餐饮类平均月薪700元美金,服务类则为900美金,课程结训后将建制人才库,提供国际邮轮公司工作媒和机会,也将持续开办新梯次课程。 课程。